随着电动车时代到来 里在全球资源逐渐占有重要的一环 拉丁美洲里矿商会理事长 玻利维亚驻华商务纪金融代表处一星人 23号拜会县长徐真伟 24号则与阿根廷、拉里奥哈省省长等人视讯交流 就经济、文化、旅游观光等面向进行交流讨论 期盼加成双方的友谊和未来合作的机会 锂链池是目前电动车中最普及的电池技术 锂也被称为是白色石油 逐渐成为重要资源之一 拉丁美洲里矿商会理事长巴布罗·鲁迪利亚诺 23日协同玻利维亚驻华商务及金融代表处 副代表原有道等一星人 拜会县长徐真伟 旅经济、文化、旅游观光等面向进行交流讨论 来自阿根廷的巴布罗·鲁迪利亚诺提到 抵达台湾花联后安排密集的拜会和交流 尤其琢磨未来青年世代的互动 期盼未来和花联能展开更进一步深度合作等多方交流机会 而24日上午 徐真伟和理事长巴布罗·鲁迪利亚诺 特别安排与阿根廷拉里奥哈省省长 里卡多·昆特拉等重要贵宾的视讯交流 互相分享两国不同之处及现况产业等发展 徐真伟透过视讯邀请与会代表未来能来到花联观光 往后就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产业现况等领域 保持高度的频繁交流 进一步深化城市有好关系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